甚至它们的存在 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想到这里 穷的脑袋上就好像是被人破了一盆凉水一般 他刚才的激动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确实 叶浩轩所说的事情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他刚才只顾着这里的美景 他忽略了这里本来就是一次生物入侵 如果真的任由它们发展下去 对于地球的原生态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想到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有可能会因此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穷便再也高兴不起来了 虽然眼前的这个世界看起来唯美梦幻 但是对此他却提不起一点兴趣 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 这个生态圈是怎么形成的 不对劲呢 叶浩轩看着仪器上的数据 他皱着眉头 这里面的气体并不是氧气 可我们为什么能在这里呼吸呢 什么 穷看着叶浩轩手中的仪器 他有些羡慕地说 这个仪器就是你们华夏研究出来的Y型探测仪吗 对 不过暂时还没有上天 叶浩轩点点头 他能探测出各种的环境 各种是以人类生存的气体 不过在这里显示的气体是微枝 很显然 这里并不是空气 对 不是空气 而且有个淡淡的青色味道 这味道可能是从附近的植物上散发出来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 也就是说 这里这么多奇怪的植物是构成这些生态圈的最主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像是地球上的树一样 有着光合作用 将这里的一切东西化为微致的气体 而在这里的生物极有可能是靠这些气体生存的 穷毕竟是一位科学家 他分析的头头实道 叶浩轩微微的点点头 不错 有可能 那么 我们现在做一个实验吧 做什么实验 穷有些不解的看着叶浩轩 抓一只生物 给他输送氧气 看他能不能适应 叶浩轩说着拿出了一个透明的容器了 他转身 从一片叶子上抓了一只类似于青虫一般的东西 放入了容器中 然后他打开了容器上的氧气转化装置 静静地看着那只虫子 本来一开始 那只虫子在容器里面悠然自得地爬着 但是随着氧气的注入 它开始变得有些焦躁 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那只虫子瞬间僵在了容器中 它一动也不动了 本来它的身子挺绿 泛出了一股晶莹的光滑 但是随着它在容器中死去 它的身体变成了黑白 好没有色彩的颜色 看 就是这个道理 它们只适应这里的气体 并不适应我们的空气 而巧的是 它们的气体 我们也能适应 这是什么原因呢 穷 难难地说 这真的是太奇妙了 不行 我回去以后要向国会打报告 我要最好的装备 我要最好的工作人员 我一定要弄清楚这里的东西 叶浩轩把这只虫子 从容器里面倒了出来 然后本来已经死掉的它 黑白的躯体上 居然又渐渐地恢复了色彩 最终它又抬起了头 快速地蠕动着 然后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它居然会复活 这太不可思议了 穷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它有些不知道该如何 表现自己的情绪了 自从来到了这片丛林里面以后 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发生了 这些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事情 困扰着它 这让它有些苦恼 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多着呢 你要相信 在这片丛林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不过是冰山一角 以后会有更多的东西 等着我们去探索呢 好吧 我突然对这里感兴趣了 穷抬起头 他看着太阳所在的方向 我一定要把这里的东西给弄清楚 把这里所有的秘密都揭开 这也正是我们的目的 如果我们能合作 倾尽两国之力 揭开这里的秘密会很快的 只可惜啊 你们不屑与我们合作 而现在我们也不屑与你们合作 人呢 都是这么自私 但愿有一天 我们这个世界遭受生死存亡的时候 我们能放下我们的自私 希望会吧 穷叹了一口气 他看着半空中的太阳档 这里的阳光很柔和 而且天也并不是蓝色的 确实 似乎我们的上空笼罩着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可能是一股气体 儿子外线无法穿透这样的气体 叶浩玄看了看上空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亲爱的 我们要继续向里面走吗 我感觉 在这片玉林的争中心处 一定有我们感兴趣的东西的 你怎么知道的 叶浩玄问道 直觉 穷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他认真地说 我有直觉 在这片丛林的深处 一定有东西是我们所期待的 你是科学家 你研究东西 难不成只靠直觉吗 叶浩玄有些诧异地问 你说得没错 我考的就是知觉 穷 微微地一笑 经科学研究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行业中 都会有一些 对这个行业 积聚天赋的人 而我 就是对科研这方面 积聚天赋 所以我这一路走来 科研方面 全靠直觉 而且我也没有农错 我的直觉 意想很准 而我也靠 我的直觉 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的科学难关 不错 天赋异比 你们的科研部门 没有把你切片做了研究 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哦天哪 在你们的意识里 难道我们国家的科研机构 这么可怕吗 穷有些无语地说 事实上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承认 我们国家对科研投入的比较大 但也不是你想想中的那样 可能是我大片看多了吧 所以在我的意识里面 你们只要是 稍微有点异能的人 都会被你们的科研机构 抓去切片的 叶好璇笑了笑 不不 那种野蛮的做法 是一种浪费 我们国家 还是挺能利用好 各种人才的 耶 你对我们的国家 可能是有些误解 我建议你有时间 到我们的国家去走走 到哪里之后 你就会发现 完全不是你想想中的 那么回事 穷摊开了双手 我去过你们的国家 但是我到那里之后 差点把自己的小命 丢在那里 从那以后 我对你们的国家 就有阴影了 而且 我和你们的高层 有些恩怨 如果我去那里的话 一定会被有关部门 给盯上的 哦 不会的 你只要说 你是我的朋友 他们是不会那样对你的 穷小姐 我们现在还不算是朋友吧 叶好璇耸耸肩膀 至少 我感觉你对我 一直抱有提防的心理 不是吗 你可能对我有点误会 真的 穷认真的看着叶好璇 行了 误会不误会的都不重要了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要继续向前走了 叶好璇看了看四周 据我的感觉 这个地方是个 全新生态链的边缘处 所以这个地方 不会有什么危险 你可以选择跟着我一起 向里面冒险 也可以选择在这里 等着我回来 然后我们一起离开这个丛林 你觉得呢 No 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我怕 穷连连地摇头 他对这片丛林 简直是有阴影了 所以 他不愿意留在这里 他宁愿跟着叶好璇 向里面去冒险 也不愿意 待在这个鬼地方去等死 那好吧 我们继续 叶好璇点头 他背起了自己的背包 继续向里面走去 这一路上的美景 确实不错 这个地方的植物都十分的特殊 他们的身上都会散发出一些隐约的荧光 让这里看起来十分的漂亮 这里 显然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 不过越是漂亮的东西 越是危险 叶好璇的这句话说的一点也不错 这个全新的生态链跟雨林地带不一样 这个地方充满了生机 两人行走了半个小时 暂时还没有遇到什么强大的生物 不过越是向里面走 叶好璇的心里就越发毛 停下吧 眼看着前面的阳光越来越少 而且因为树木太过于高岛 这个地方显得有些阴暗 叶好璇停止了前景 怎么了爷 我们现在的时间不多 我们不应该是继续向前走 能多坍缩一点就多坍缩一点吗 穷有些不解的看着叶好璇 先听一下吧 我感觉里面有些不太对劲 叶好璇看着前方的丛林 他感觉越是向里面走 心里就越是有一种 阴森恐怖的感觉 他也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好吧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两点了 我一直没有吃过东西 穷有些幽怨地看着叶好璇 从昨天晚上开始 我一直饿到现在 你居然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 都没有问一下 亲爱的 你有些太不绅士了 这个 叶从来没有说过你饿呀 叶好璇双手一摊 你们外国人如果饿了的话 是会说的 从来不会客气 但是你似乎有些不太一样 我只是看到这里的东西 有些兴奋罢了 我急着去探索 所以一时半会儿就把饿忘了 但是你要相信 我现在真的很饿 那么 现在我们停下来吧 吃点东西 叶好璇笑了笑 他找了一棵比较大的树 然后停了下来 军用的压缩饼干 水 在野外生存的时候 生活就是如此的简单 不过穷似乎是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了 他啃了一块叶好璇递给他的压缩饼干 然后喝了点水 便拍拍手 坐在椅边休息了起来 压缩饼干的脂肪很厚 营养成分也很高 不过相对而言 口味就稍微有点差了 你以前经常过这样的生活吗 看着穷一副习惯的样子 叶好璇不由的好奇 这个女人挺能吃苦啊 这饼干是军用的 为了压缩体积 所以十分硬 就算是叶好璇 吃一块这样的饼干 也感觉到牙齿很吃力 但是这个女人眼都不眨一下 瞬间便把一块饼干 给吃得干干净净的 我参加过野外生存集训 所以什么样的生活条件 我都能适应 穷点点头道 而且你不知道 我以前参加科研的时候 条件比这里更艰苦 记得有一次 我们去某处大火山附近 在那里面被困住了 我可是跟着那些人 生坑边覆的 厉害 叶好璇不由自主地 伸出了大拇指 生坑边覆 这是心理素质 多么强大的人 才能做到的事情啊 反正叶好璇自认为 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人在饿的时候 没有一点力气的 是什么东西 都能坑下去的 不过 我还是佩服你的勇气 有些女人 连青蛙都不敢吃 也敢生肯边覆 这真的是需要一些勇气 才能做得到的呀 叶好璇笑道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有些时候 为了生存 倒也感觉 没有什么下不了口的 穷笑了笑 他喝了一口水 然后有些奇怪的 向头顶上看了看 我怎么感觉 我头顶上有什么东西呢 走着